立法院內政委員會昨天舉辦公聽會 勞團幾乎修法 增加七天國定假日 提升勞工休息時間 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思堯表示 尊重多元討論 而國民黨立委劉許婷則說 希望透過立法討回勞工七天假 從以立委提案立法提升現行紀念日及節日 實施辦法未接至法律 立法院內政委員會二十三日 舉行公聽會 多元討論 內政部指出現行紀念日及節日的放假日 包括元旦 除夕 春節和平紀念日 兒童節 民族掃墓節 端午節 中秋節 以及國慶日 另外上市勞動節以及軍人節等 則是特定人員分別放假一日 勞團幾乎增加七天國定假日 提升勞工休息時間 我們的公時以及特休的休假日 都是國際上數一數二的高跟數一數二的低 那也就是說我們國人啊 就是要用更多的公時去換取微薄的薪水 為什麼他要A走這七天假 因為他說因為週休二日 勞工會積建雇主一百零四小時 難道修法再進步就是積建雇主嗎 各委員提案版本包括欄委 牛許婷認為應恢復2016年一例一休廢除的七天國定假日 立委陳玉珍希望增設八二三紀念日 民進黨立委吳立華陳寅分別提出增訂八月一日為原住民族日 民眾黨團則認為勞動節 教師節因為全國放假日 推行週休二日的法制化推動所謂的一例一休的時候 退套粗暴的刪除了七天的國定假日 看似平衡但其實大可不必 當初週休二日法制化的美意 不幸淪為勞基法休惡的惡民 民進黨團幹事長吳斯堯也表示 尊重公聽會多元討論 但現行的假日紀念日都有明確法規 若只是把多放假拿來討好選民 而不顧產業與經濟發展 這做法需要慎思 接著黃曼希請問國家寶台北報導